谈点美国队长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美国队长是漫威旗下多个超级英雄使用过的称号 在漫画里曾出现过九个美国队长 初代美队名为史蒂夫罗杰斯 这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个美队 二代美队名为威廉纳斯·隆德 他并没有注射超级士兵血清 只是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普通男性而已 第三代美队名为杰弗里·梅斯 他原本是一个记者 收美队吉利才成为了超级英雄 第四代美队名为威廉·伯恩·塞德 曾注射了有瑕斯的超级士兵血清 导致精神受损 变得极具暴力 第五代美队名为罗斯科·西蒙斯 他曾穿上美队的心条制服 但却被红骷髅无情地杀害 第六代名为约翰·沃克 在聚集猎鹰与东兵里 作为美队的替代品登场 第七代美队名为克林特·巴顿 也就是银眼 在漫画内战大事件里 美队被杀害之后 银眼曾短暂地接替美队的位置 第八代美队名为巴基·巴恩斯 也被称为东兵 也是在内战大事件里美队死后 钢铁侠正式把美队的盾牌交给东兵 让他正式接替美队的位置 第九代美队名为山姆·威尔逊 也被称为猎鹰 在电影《复仇至联盟4》里 老年美队正式把象征 美队的震惊盾牌交给猎鹰 而在漫画里 猎鹰继承盾牌是因为 美队使蒂夫·罗杰斯 遭到反派铁钉的袭击 导致身上超级士兵血清流失 从而快速衰老 所以才选择猎鹰继承 美国队长这个称号 之十二 美队这个角色 在漫画里的初次登场是1941年 原本美队系列的漫画 是由乔西蒙担任绘制 但是他却跟当时的漫威老板吵了一架 并离开了漫威 随后斯坦里才接替了乔西蒙的位置 继续绘制美队系列的漫画 而美队也成为了斯坦里 在漫威绘制的第一个角色 这也使得19岁的斯坦里成功上位 成为了当时的临时主编 后来斯坦里也凭着自己的才华 逐渐成为了漫威之父 之十三 史蒂夫·罗杰斯在注射超级士兵血清之前 是一个瘦弱的小个子 而且还患有多种疾病 也因此 他每次真兵都会被拒绝 后来他被俄斯金博士选中 接受了超级士兵血清的注射 注射完了血清之后 他身体的各项体能都达到了人类的极限 且抗击打能力和忍耐力也远超常人 身体的新陈代谢是正常人的四倍 也因为这一原因 美队几乎喝不醉 知史斯 美国队长虽然被视为美国精神的代表 是典型的美式英雄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 但是这么正面的美队 在漫威的故事体系里 却交往了多个女朋友 其中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佩吉卡特 沙伦卡特 以及黑寡妇 但是在漫画里 美队曾和初代黄蜂女 飞红女巫妄妄达 九头蛇成员之一的灵钻 都发生过关系 甚至在其他的平行宇宙里 美队还和女版钢铁侠结过婚 知识五 在电影里 美队每次使用盾牌击中目标后 盾牌都能再次回到美队的手里 这一点蜘蛛侠还曾吐槽过 这其实是因为 美队接受了超级士兵血清的注射之后 拥有了超乎常人的反应速度 所以他在丢出盾牌的瞬间 都能计算好角度 使盾牌在攻击目标之后 顺利回到他的手里 而后来美队也在手上安装了磁性装置 进一步的保证盾牌在击中目标后 可以顺利的回到他手中 知识六 在电影宇宙里 美队一共使用过六个盾牌 第一个是他在巷子里被混混欺服时 抓起的垃圾桶盖盖牌 第二个是他在注射完血清之后 追击九头蛇卧底时 使用了车门盾牌 第三个是他在巡演时使用了道具盾牌 第四个就是经典的震惊盾牌 第五个则是黑豹送他的震惊双盾 而在漫画里 美队还曾使用过一个毒液盾牌